Aah 物理是,可以说是整个科学的一个基础 那么物理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个是它特别深 我可以钻到最深的地方去理解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特点它的可延展性比较大 所以习惯物理哪个方向 就是在选择物理的话 你以后的选择性会非常高 你可以做理论物理 对吧 就解决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你可以做应用物理 大部分应用物理就是材料科学 怎么创造新的材料 你可以向其他的领域做一些事情 对吧 从物理的视角来看 看金融 看社会 看生命 这都可以 所以物理应该是所谓张力最大的 如果同学们喜欢物理的话 就喜欢对了 我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的 能被北大物院录取 然后能来到梦寐以求的北大来学习 我相信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是新增层的开始 对物理的兴趣应该起源于小学的时候喜欢玩纸飞机 当时我就很困惑 直飞机的飞行距离和什么有关系 然后我就动手实验 并且自己也去翻看一些物理的科普书籍 后来得出了直飞机和它折法的关系 虽然这只是在玩中进行的实验 但是在我心中埋下了物理的种子 也对物理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然后我通过了解物理的前沿知识 我知道了物理它理论的应用广泛 而且明白了物理它是科技发展的基石 这让我坚定了学好物理的系列 在之后的北大生活中 我希望能够开拓我的视野 认识到新的东西 我希望成为一个思想自由 灵魂独立的人 在北大物源的学习之中 我希望脚踏实地地做好当下 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 在将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并为之努力 最终能为国家的发展和民主的复兴 做出一些贡献 这就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pojaw Invictus 这就是好良 f这是个大物оз 按照 给你